我听一个大师说啊 改装最厉害境界不是一味的对名牌改建 而是考虑冷却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看一下摩托车上貌似很厉害的冷却系统 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存在冷却系统 冷却的目的是什么呢 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热量 如果这些热量不散发掉 轻则热摔重则爆掉 那我们天才一样的人类工程师呢 就发明了不同的冷却方式 来控制维持发动机的温度 让发动机在最佳温度状态下工作 就像我们一样太热上不动搬 太冷也上不进去吧 那我们善良的老板就在办公室里放了一个空调 让我们更高效的搬砖 说到不同冷却方式 在摩托车挡车上冷却方式会有自然分冷 有冷水冷 那在一些125150的小踏板上 经常看到冷却方式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强制分冷 接下来我们就展开介绍一下 主要的这几种冷却方式 第一种自然分冷 自然分冷就是靠行驶过程中吹过来的风外散热 我们常说的分冷指的就是自然分冷 发动机上面有这样子的散热鳍片 它的目的是增加发动机表面空气流动 带走热量的面积 分冷主要用在一些小排量的夸骑车 比如说春风沸沸 本田的190还有弯梁车上 但是它并不是便宜和小排量的代名词 比如说哈雷的大部分车型也会用分冷 不过它会把散热机片做得很漂亮 像这台车亚马哈GT150 它是属于把风冷做到极致 一般的分冷车子会在钢头中钢表面做散热片 它在油底壳外表面也做了散热片 并且这里还做了导风罩 引导空气的流动 分冷的最大优势是成本低 维护保养省心简单 不会像水冷车子需要检查冷却 或者说风上坏掉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野的人 喜欢拿分冷车子去祸祸泥巴 事后记得清洗干净 不然散热片是会堵住的哦 第二种游冷 这里的油呢指的就是发动机的机油 油冷把发动机的机油拿出来 经过散热器冷却再循环回发动机 一般的油冷效率比较低 所以也会搭配发动机表面的散热片 也就是风冷一起来冷却 第三种水冷 水冷是这几种冷却方式中 结构最复杂冷却性相对最好的 阔弧 这不代表水冷一定比风冷好 具体看设计需求 等会我们会在第二部分给大家讲一下 水冷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那么水冷系统相对劣势的是 体积和重量比较大 发动机的成本高 也需要定期的维护保养 还有呢就是强制风冷 用于一些踏板上 主要是一些125排量的小踏板 因为踏板车的发动机被包得严严实实 自然风很难灌进来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踏板车的右边装了一个风扇 直接连到发动机上 车子点火后呢发动机转动 风扇就会同步转动 给发动机强制吹风散热 另外要讲的是 现在的很多车子啊 它不是单独的一种冷却形式 工程师呢会根据冷却目的 设计成本等等进行组合冷却设计 比如说 声色310R它就是 水冷结合车架油冷的设计 宝马的拿铁呢 是油冷加分冷的设计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拿凯悦450双儿 这辆车给大家演示一下 水冷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先从散热器的盖子这里开始 冷却呢就是从这里 夹到冷却系统里面的 然后呢发动机打着之后 这个是水泵 水泵就开始工作 让冷却在系统里面冻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 发动机里面有个叫 节温器的东西 这个节温器就相当于一个阀门 它能打开关闭 当发动机刚开始打着的时候呢 冷却温度不够 节温器是关掉的 冷却就不会进入到 这个散热器里面进行冷却 那当后面冷却温度 逐步上升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节温器就开始 逐步打开 冷却呢就能从对面上面的管道 进到散热器里面 从上到下进行冷却降温 然后再回去 如果光靠散热器都达不到冷却效果 散热器背后的分扇就开始工作了 散热器我们也来讲一下 散热器的面积呢 它是比较大的 上面有很多金属片 这个金属片就跟分冷发动机上的散热片 有点类似啊 都是为了增加散热的面积 然后边上这个是负水箱 它的作用呢 是平衡水箱内部的压力 当水箱里面的水箱 就是这个散热器 内部的冷却受热膨胀了之后呢 可以通过这根管子 sorry这根管子 进到负水箱 那当里面的液体冷却下来之后啊 这边的压力呢 又会让一部分冷却液回到水箱里面 冷却液呢 由水防冻剂添加剂 这三部分组成 是这种有颜色的液体 如果只有水 在天气很冷的情况下 冷却系统就会冻住动怀发动机 而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又会沸腾变成气体膨胀 所以防冻剂的原理呢 就是改变了液体的冰点和沸点 而添加剂则一般是 着色剂 防霉剂 防锈剂等等 我们刚开始说 改装最厉害的境界呢 就是考虑到冷却 因为到了这一步 说明已经考虑到 整个车子系统运行的平衡了 对于赛车来讲呢 散热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发动机还是刹车 为了做到多少的马力 去达成怎样的散热效率 而对于我们普通车友来讲呢 日常的检查是比较重要的 这里就拿常见的水冷系统来说 日常冷却系统检查 第一个 仪表上如果有冷却温度指示灯 当这个指示灯点亮时 如果还继续骑车 就会损坏发动机 正确做法呢 应该是熄火 等发动机冷却下来 然后等指示灯熄灭 如果过了很久 这个指示灯还是没有熄灭 就可以抠拖车 拉到维修店去维修了 第二个是附水箱冷却的夜位 在发动机冷却的时候 把车子扶正 夜位需要在上下两根标记线之间 如果你找不到自己车子 冷却检查位在哪里 我们非常贴心啊 可以在机车圈APP 找到自己的车型 点击说明书 查看检查保养视频 就可以找到了 第三个就是根据说明书 到了规定的时间 更换冷却液 目的是保证冷却效率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 为这个冷却液会过期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冷却系统 百科的全目内容啦 视频最后依旧感谢 凯悦的赞助车辆 那么大家现在也可以看一下 这辆车子上面 还有哪些没拆的 弹幕打出想要看的部件 我估计年后回来 有的忙碌 没错 再加上薄 我几乎